今年一樣我還是有去台北攝影器材展逛逛 那我們還多待了一天去分享了這個 Irix鏡頭這個品牌一整天這樣子 那就是有人有問題疑惑 我就去幫他們解答 然後推薦啊 分享這個品牌到底是在幹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灣還沒有帶以上之前 我就已經購買了Irix鏡頭了 那我們現在用了11mm 還有我們身後的這個150mm 我們天天都在用 真的是還不錯的鏡頭 影像品質沒話說啊 價格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目前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它的焦段啊 就是50到150之間沒有任何焦段 還蠻可惜的 但是它新推出一支65mm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市 但是它已經有推出了 那我們現場有一支Prototype 我們就在那裡開心玩 就是拿起來然後實拍 然後真的是還不錯啦 反正就 我覺得在現場這樣子 跟大家交流還蠻有趣的 那希望明天 明年啊 明年有機會也可以去那裡 開心跟大家交流啊 就是反正那邊都是自己人啊 那就是開心分享交流 然後見大家 哇 我得意 谢谢大家